五、四、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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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名思義的話就是這個顯示器它是柔軟的 它可以折、可以捲 像我們現在很多的顯示器 它其實當它變得很大的時候 它攜帶是很不容易的 例如像LCTTV 當它大到一定的尺寸的時候 它進電梯是進不去的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利用Flexible AMOLED 這種軟性的Display 這樣一個可以捲 可以折的這樣一個特點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很容易的捲 然後就把它放在電梯裡面 運到我們的家裡面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它很容易攜帶 它不會很笨重 那另外的話它不會像玻璃 這麼容易的碎裂 那把這一邊的那一邊有空 對那裡有空 這要來避兌 嘛 不然它會有空 你怎麼看 那些地板 我们TV产品来说 那我们当然是往大尺寸 以及超高解析度来发展 那目前的主流是在4K 2K的这样子的解析度 那日后像我们今年已经首发8K 4K的量产 今年已经量产了 那接下来我们会往超大尺寸来发展 譬如说85寸 100寸 户外显示器的方面还有广告看板的方面 这都是我们TV未来的大尺寸的应用 未来会越来越多的产品会使用OLED 那最主要开发的部分是以可劳性分属 那现在目前的基板都是硬板 那它跟LCD做起来 液晶显示器做出来的特性会差不多 但是当它导入可劳性 就是它的玻璃基板变成是PI之后 它可以做弯折的一个特性 所以它适合可以用在各种不同的一个应用上面 比如说bending的 可以bending的 可以挠折的 最一看开始会讲要flexible的就是手表 所以因为手表它要符合手的这个幅度 它希望它是贴合着品质的 那所以其实一开始是从weir French戴士的产品开始 其实我们可以做远的什么的 对对对 加油 我覺得還蠻讓我嚇一跳的 下可 然後因為一般來講 感覺AMO類的東西啊 可能就是 在他的畫質上面可能沒那麼好 可是這一次我給我感受到就是還蠻清楚的 然後他的反應時間都非常的即時跟快速 不會讓我覺得有點延遲或Lag這樣子 蠻厲害的是我回頭一看 竟然可以看到我的車尾 蠻特別的 對 讓我有點嚇一跳 謝謝